自从生完三胎儿子之后,网上对他的猜测就很多,因为身边一直没有异性,很多人好奇,这个小儿子的生父到底是谁? 不管网友语论,张伯芝就是不松口,称孩子是自己的,跟别人无关。 虽然张伯芝这么说,但是大家还是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。 猜测,张伯芝小儿子的生父可能是孙东海,他是一个制作人,很早之前就跟张伯芝认识。 随着三胎生父身份的曝光,有网友发现了更大的瓜。 有知情人爆料,称张伯芝和孙东海已经领证了,两个人之前磨合了一段时间,不管是生活方式,还是兴趣爱好都非常的默契。 而且现在孩子也有了,所以张伯芝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,也就和对方领证结婚了。 除此之外,知情人还称,张伯芝的孩子将跟随他一起嫁过去, 为了让丈夫和孩子更好的相处,三个儿子都会随父亲改姓,这就意味着不光小儿子随父姓,就连张伯芝和谢霆锋生的两个儿子也都要姓孙了。 此消息曝光之后,在网上引起广泛的关注,有网友扒出张伯芝和孙东海约会的照片,两个人带着孩子一起逛超市,而且这并不是新照片,而是张伯芝刚离婚的时候,这也就证明两个人早就在一起了。 据港媒爆料称,在得知张伯芝再婚之后,谢贤疑似更改了自己的遗嘱,把自己的财产划分成三份,90%给两个孙子,也算是并相送给张伯芝的嫁妆。 毕竟孙子都随人家姓了,剩下的给儿子谢霆锋和女儿谢婷婷,不给前妻留一分钱。 说实话,张伯芝如果结婚的消息是真的,那么真的应该恭喜他。 离婚这么多年独自带着孩子,能用一个男人愿意照顾他,他也能够好好歇一歇,没有必要再当一个拼命三娘,这些人他真的心辛苦了。 张伯芝已经秘密领证,散胎生父竟然是前公共好友。 香港媒体突然现身爆料,称张伯芝已经在私下里秘密领证,而结婚的对象居然是前公共谢贤的好友,内地富豪孙东海。 消息一出瞬间引发网友热议,除了爆料张伯芝秘密领证,港媒还表示谢霆锋为了能跟王妃享受二人世界,再度舍弃儿子的抚养权。 孙东海是一家上司公司的老总,身家数亿,他是谢贤多年的好友,曾经与丽小冉、樱桃等人传出过恋情。 张伯芝生三胎儿子之前,媒体不止一次拍到张伯芝带着儿子与孙东海约会的画面。 面对外界的传闻,不论是孙东海还是张伯芝,双方都未曾回应。 从流出的张伯芝和三胎生父出邮照,可以看到照片中的孙东海脸上戴着一个黑矿眼镜,身上则穿着白衬衫和格子外套,张伯芝抱着孩子坐在旁边。 随着照片出现,能够看到四岁的Marcus,眼睛和鼻子与孙东海非常相似。 肤色、额头和耳朵则很像张伯芝,因此随着出邮照的出现,三胎生父的身份呼之欲出。 众所周知,张伯芝自出道以来就一直站在舆论的风口浪尖。 和谢霆锋离婚之后,最有争议的就是张伯芝的三胎儿子生父一直是个谜。 当年张伯芝不惧生意生下三胎,一时间各种猜测满天飞。 甚至,一度被外界认为孩子生父就是谢霆锋,张伯芝想以此逼迫谢霆锋复婚。 当年张伯芝和谢霆锋和平分手,有知情人透露张伯芝离婚, 只要两个儿子的抚养权。 当时谢霆锋表示,如果张伯芝放弃抚养权,便将名下三亿的财产分给张伯芝。 最终双方达成协议,封着两人共同拥有孩子的抚养权。 孩子由张伯芝照顾,谢霆锋每个月支付孩子十万港币的生活费。 但是有一个条件,就是张伯芝在这期间不能再婚的。 如果张伯芝再婚,谢霆锋将不再支付抚养费。 如今张伯芝秘密领证曝光,有可能会面临养个儿子抚养费忠实的情况。 不过,两个孩子毕竟也是谢霆锋的骨肉,而且如今两个人已离婚多年, 谢霆锋早已是皮怕别爆,更严格遵守当年的协议未免有些不尽人情。 谢贤作为张伯芝曾经的公共,一度都对他非常认可。 谢贤曾经公开表示,只要张伯芝生的孩子,他都可以接受。 谢霆锋和张伯芝离婚以后,谢贤也经常会请张伯芝带孩子去家里做客。 他甚至表示,只承认这一个儿媳妇,并感谢他为这个家庭的付出。 如今,面对前儿媳改嫁好多好友,那不知道谢贤会作何感想。 前段时间还常有媒体爆料,谢贤的遗产分配,还双方方案被公布。 他将遗产分为四份,两个孙子还有一双儿女。 然而,两个孙子分到了他九成的遗产,剩下的一成才是他的一双儿女的。 媒体的爆料不是真假,事情的真相只有一个。 如果爆料是真的,那么我们也只能祝福张伯芝。 毕竟张伯芝已经43岁,多年独自带娃也非常辛苦。 如果他能够找到真爱,有人帮他分担压力,也是值得珍惜的一件事。 报张伯芝秘密领证,谢贤遗嘱曝光。 张伯芝的三胎儿子一直都是娱乐圈中十大迷雾事件之一,谁也不知道生父到底是谁。 近日港媒爆出张伯芝其实早已是秘密领证,并且确认了三胎儿子的生父身份就是制片人孙东海,引起网友热议。 众所周知,张伯芝和谢霆锋离婚之后,男方便转身投入了前女友王妃的怀抱。 张伯芝也没闲着,秘密与人生下了第三个儿子。 不知为何,张伯芝对于三胎生父是谁,坚口不提,网友众说纷纭。 有人称生父是谢霆锋,但是两个人均否认传闻。 时间过得好快,如今三胎儿子已经五岁,凡事中有大霸于天下的时候,三胎生父也开始慢慢地浮出水面。 刚没爆出的消息中,称张伯芝与孙东海一直都是低调相处,很早之前有拍到两个人在一起的画面,之后便很少同框,但是私下里却一直都没有断过联系。 如今两个人已经秘密领证,也是因为三胎儿子渐渐长大,孙东海也想给对方一个完整的家,所以低调地选择结婚,也算是给女方和孩子一个交代。 当年,峰芝两个人离婚,作为前公公,谢贤是非常不支持,毕竟她对张伯芝这个儿媳妇是很满意的。 虽然之后,张伯芝传出绯闻,但是毕竟她为谢家也是生了两个孙子。 即使和谢霆锋离婚之后,谢贤也是对张伯芝照顾有加,经常会要求张伯芝将两个孙子带回家。 虽然婚姻没有了,但是血缘关系是割舍不断的。 谢贤如今也是86岁的高龄,早已经为身后事做好了计划。 近日谢贤遗嘱内容曝光,谢贤立下的遗嘱继承人中,有儿子和女儿,还有张伯芝的两个儿子。 并且,她将财产中90%都留给了两个孙子,而谢霆锋和姐姐得到的份额较少。 可见谢贤对于两个孙子的宠爱,把财产留给孙子,相当于张伯芝下半辈子都是一事无忧。 毕竟谢贤奋斗一生,财产肯定是非常乐观的。